《四十字序》 我有一宗开心的事 就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 与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 拉在一个房间之内 让他们畅谈兴趣 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 和人生的价值 年宇堂未能发觉 一周以西之原始的思想 做根本上的比较 而心为无穷 一九三六年 林宇堂应赛珍珠邀请 举家搬到美国 写《生活的艺术》 女儿林太一回忆 父亲对她说 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不同 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 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 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 因为我们的文明 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 后来《生活的艺术》 和也是用英文写成的 五国五民都成了畅销书 并被译成十几国文字 《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当时成为 美国人的西方人的枕片书 那么有一个作者 看了以后 他就到汤仁街上去 他说我见了每一个中国人 我就向他们叩头 就做一样 就是我要感谢他们 他们写了这么一本书 能让我们看到东方人 那种生活的艺术 他那种生活的艺术 和我们西方那种高节奏的 高强的生活节奏 生活状态 是大为不同的 三十年代的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 它这个社会经济状况 跟我们现在有相似的情况 就是它当时是高速工业化 经济高度发展 经济发展之后 人的精神生活就显得非常贫乏 人就成了机器的奴隶 这个许多人就是为了生存 为了工作 为了应付竞争 每天没完没了的工作 林宇棠的生活的艺术 写到两百六十页时 忽然推倒重写起来 原来他觉得 他对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 太多深奥苦涩的论辩 他用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 雪可赏 雨可听 风可吟 月可弄的生活情趣 观照竞争残酷 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 最后 他不像哲学家那样用概念 不像政治家那样用口号 不说老庄 而老庄之精神在焉 不谈孔梦 而孔梦之面目存焉 写出了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 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他处习外国读者欲读的习惯 他的那些写法 使外国人看得非常清晰 好像跟你谈家产一样 你看无功无名 生活的艺术 就是好像两个人冬天坐在炉子边上 边抽烟或者边喝酒 边拉家常那样 而不是像我们有些学者 一开始我在跟你讲学了 板着面孔来讲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那些东西来说 外国人能够接受 多年来 东西文化交流有来无往 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可能是浅淡 他没有给出深入的学理探讨 但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作家 和对东西方文化有双重了解的人 林语堂给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 提供一个让西方人改变对中国的观感的反例 林语堂的小孩子在美国念书 他的那些美国同学 给他们提的那个问题 让我们听着提效解析 比如说你们中国人头上都是有辫子的 你们的女人都是小小小小小小的 这个都是几次 说明就是至少在美国的中学生 就是林语堂的小孩的同学的话 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各的 许多外国人看了林语堂的书 才知道中国的许多情况 他影响最大的倒不是在中国现在 他影响最大的 对于西方人怎么认识中国 这一点上面大概我们都做不到 他直接的能够用英文写作 他怀抱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超软的一个态度 来研究思考讨论中国文化 并且把它向世界各个地方去介绍 1946年 林语堂获得威斯康辛贝露埃特大学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该校校长致辞 林博士 东方学者 世界文士 您具有国际思想 您的卓越不凡的写作 已使您在世界上成为非官方的中国大事 这个中国文化非官方的大事 其影响至今无人可避 但当时国内无人认同 说他是卖国文人 当时有一左翼剧作家 就曾用英语当面质问林语堂 你卖了多少钱 他做的其实是一个文化的工作 他的那种幽默 那我看起来应该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待一个生活 应当采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我们要乐观一些 我们不能天天谈政治 或者天天去想着赚钱 我想像他这样子的一些事情上面 当然有一些左翼的一些人物对他很不满意 你要介绍的话 应该介绍我们的革命精神 反抗精神 你怎么去介绍赏学 品查 现在我们中国人处于民众危机 老百姓生活水深国热之中 谈什么赏学 品查之中 很不合思议 李语堂的好多写作 他希望能够站在文学文化这个角度 而不是简单的来诠释一个时代 或者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 那么他希望这个文学能够照得更远一点 所以有人批评他 讽刺他 说他的时代 他的作品不合时宜 他马上反驳 他说我就是不合时宜 我的作品要写给更远的人 后人看 我想在中国也需要有一些人 他采取一个比较超脱的态度 来回顾我们的中国文化 来认知我们中国的现代 那么同时他希望给人家一种 我们怎么样子对待生活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态度 可是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当时这在李语堂诗自觉的 故事偶尔为之 他说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 我得到一个结论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 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 建于明晦物性上的达观者 林语堂的智慧人生 艺术的生活 对别人它是严者 对自己则是生活中的行者 但真的生活 往往是矛盾而复杂的 那如何的生活艺术化呢 林语堂没到看 在他的充满矛盾的爱情生活里 他迈不过去了 林语堂心里最爱的人 是在圣约翰大学时 一个同学的妹妹 两人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 但那是富商之女 和农民之子突破世俗的爱恋 浪漫 时尚 但是门户不当 行不通 无物爱 无物死 对吧 我如果没有爱情 那么就不如死去 那么这是我们现代作家 现代文学 现代文化 一个最大的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呢 它的价值在于说 就是个性解放 爱情追求 但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它把爱情 这个把它放大 而后呢 异化掉了 在林语堂看来 他说呢 这种爱情是不健全的 那么爱情 他觉得应该是怎么呢 他说 我们爱情应该是 当点心吃 而呢 灰音要当饭吃 林语堂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痛哭了一场 他自嘲 一个人不能只吃点心 不吃饭 只要爱情 不要人生 最后 林语堂与另一个同学的妹妹 廖翠凤订婚 这位有钱人家的闺秀 你生言 没钱不要紧 婚后 林语堂要烧掉婚书 妻子莫名其妙 林语堂说 婚书只有在离婚时 才用得着 廖翠凤笑了 结果 他们真的把婚书烧了 后来 他们也果真一生相伴 白头偕老 他们家庭的关系 非常和谐 那这个女儿就说了 他说 这个 我爸爸 跟我妈 这之间的关系 他说 就像一个气球 拉着一样 难道他所有的生活 全部由他们妈妈 掌管 所有的家庭 大事小事 林语堂 都不管 都是由他的夫人来管 他夫人讲的话 他都非常听 比方说 你该去剃头了 那也管 你再去买点什么糕点 我们过年了 要买点这个福建的什么糕点 他就会去了 林语堂 他就把这个爱情 人生和这个婚姻 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中国化的 一个更艺术化的理解 林语堂与廖翠凤 先结婚 后恋爱 共度患难与患乐 1969年 他给妻子廖翠凤 一个金婚之文 还把一枚柱有金玉圆三字的 胸针赠送给妻子 林语堂说 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 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林语堂把那些有智慧的人 比作一个睁着一只眼睛 做梦的人 在他清醒的生活中 放进了梦意的人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睁着一只眼睛 关注人生 闭着一只眼睛 放进梦意 如果用理智去把握梦意堂 我们没有到的时候 它也就跑了 梦意堂就是一条鱼 那么你从水里 把它抓出来的时候 它是活蹦烂跳的 但是很快就没有活力了 你必须在水里面来体会它 林语堂说 我需要一个家 在这个家里 我能自然随便 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 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 他的二女儿生了两个小孩 林语堂当了外公后 忽然有一天 他产生了要把自己 变成小孩的奇想 他是把他的小时候的照片 和他这个外孙 外孙女的照片 放在一起 他把它呢 又重新来拼捡 冲刷出来 最后呢 给每个人看 他说你看我们都是孩子 所以林语堂呢 他这个一生中 他一直呢强调 说要有童心 他说呀 永远你也不要 把自己那个童心丢掉 丢掉了以后 人生就没有趣味了 也就不美了 林语堂团掉了以后 林语堂恿用孩子 李玉堂说 他说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不一样 西方是大脑的文化 他是有思考 那么中国人中的是什么 是肚子和心 比如说他说 中国人用肚子和心这个词非常多 在相对我的人乘船 修有称足 心心向任 心有灵习一见通 这个什么心气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慧心的微笑等等等等 那么心和肚子 李玉堂认为是中国人的智慧之源 那么因此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非常讲的这个心 那么在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的文学文化 都在用脑子来思考的时候 李玉堂非常讲心的作用 三个孩子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 他认为 我们只有摆脱了思想而生活 才能脱离这种哲学的酷热恶主的空气 进而重新获得一些孩子的新鲜自然的见识 用孩子的眼光 他得以撇开岁月 强加在成人身上的种种镣铐和偏见 获得了新的自我发现 那就是 人不再是一种经济动物 政治玩偶 工作的附属品 而是活生生的回归了人性的本体 他一直在反思我们这种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最理想的这么一种文化 那么人类有没有一种能超越今天这样一种文化的可能性 这一点可能是起源于他在西方待了久 他在西方待了三十多年 深切地理解了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中间存在的弊端 人的生活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是在你拼我夺 按照一个线性的方向 百里的速度往前跑 还是安静下来 大家充分地享受自然人生 1955年 林宇棠在法国一个小镇 过了一段惬意的幽居生活后 写了一部幻想小说《祈祷》 小说把读者带到了未来一个与外界割断 由土著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 学者 医生等等组成的岛国 他们没有职业的烦恼 没有奔忙和争斗 聚在一起 只是随心所欲的谈论衣食住行 为一个典型平头论足 为一场比赛高兴欢呼 显然 他设计了一个乌托邦 我觉得这个乌托邦不是纯粹中国的 也不是纯粹西方的 而是一个希腊的文明和中国的道家的文化的一种结合 他就认为人生是有两方面 工作和消遣 也要工作也要消遣 也要有事业 也要有游戏 也要有应酬 也要有独居的时候 应该手里 可是也应该讨野兴起 也要有距离的时候 也要有放大的时候 有谨慎的时候 也有潇洒的时候 古今中外 这个人的心灵总是一张一尺的 所以这样的话 都会有这种宇宙的规律 就是这种样子 所以这种思想就贯穿在他这个祈祷里面 林语堂和别人不同 别人在关心那个时代的时候 林语堂能透过时代 能够去关心这个一个梦画的世界 林语堂借小说中的人物说 我希望完全简化人类的生活 找出人在城市上需要些什么 食物 休息 工作和爱 够简单 够简单清楚了吧 林语堂在一个充满着战乱动荡的时代 同时又是高速旋转的时代 推崇闲适艺术的生活 不经意见 高扬了他的人生哲学主张 但他一生勤勉认真 到晚年 竟是以透支生命的代价工作 1967年 72岁的林语堂着手编传 当代汉英字典 费寝忘食 也已继日整整五年 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眼睛看不清楚了 第二天早晨 夫人看见他嘴巴歪了 医生说 这是中风征兆 后来 他写八十字序 他这样反省 完成当代汉英字典的工作 不如降低血压来得重要 甚至不如稳定心电图来得重要 但事实是 当代汉英字典出版后 有人看见他又在蠢蠢欲动了 林语堂想用编撰字典积累的资料 再编一部国语字典 因遭到夫人理所当然的反对 才没有做成 我念了说 林语堂常常流泪 为什么流泪呢 他觉得这个生命太短暂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生命为什么如此短暂 我恨不得长生不死 生命太妙了 这就是处处矛盾的林语堂 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 却总是受到时代和环境摆布的林语堂 中国有几个人 不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走过来的呢 对于这位易捆矛盾的林语堂 人们还注意到他晚年的一件事 从1936年9月 去美国从事写作算起 他旅居美国整整达30年 但就是不肯入籍美国 人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入美国籍 要跪在美国国籍下 先是效忠美国 这一点我做不到 在生活的艺术中 林语堂这样写道 人类活像一个旅客 乘在船上 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 在某一地方上船 在另一个地方上岸 漂泊的船终究是要靠岸的 他想回家了 但此时家乡正在闹文化大革命 他只能跟随女儿 到了最靠近故国的香港 他女儿带着他呀 到那个山上去看 说呀 你看我这个香港多美呀 你就定去在香港吧 靠着女儿一进 李语堂一六月头说 一点不明 你看你这个山 是什么山 土山土岭的 你看这个香港是什么 这门第五花 充满着重 同住气 1966年6月 李语堂到了台湾 这里距顾乡 曾经隔着一弯浅浅的海下 他停了下来 在台北阳明山中老 李语堂经常就站在山上 望着他的故乡 一直想回国 一直想回国 因为他虽然出去了那么多年 但是呢 他的心一直想回国 一直想回国 但是他没有机会 他就在站在山上看 走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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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 xem 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